不需要很多年前 我記得三四年前 疫情之前的兩年 Bill Gates跟他的右部李開伏 李開伏是AI的專家 發生過一場隔空馬戰 隔空爭論 Bill Gates說 中國的AI沒有可能會超過美國 現在不會 將來都不會 中國的AI比美國從結束方面落後很多世代 不可能 今天就有一個新的看法出來 我告訴你 是很有道理的 不是說在唱什麼 究竟是中國好 美國好 這麼簡單 來自俄羅斯的一個報告 俄新社主辦了一個由俄羅斯專家參加的圓卓會議 原本他們是俄羅斯自己圍內的一個會議 公佈了莫斯科哥勒大學 就是有一個分析報告 中國的大數據戰略 治理改革創新和全球競爭 他們分析到就是中國領導層主管了這個問題 最重要就是在大數據方面 這個數據經濟方面是取得了一個很有軌道的一個 和很合理化的一個很有系統的管理 就是由國家去主理的 那麼這個一個巨型機構 就是他們說這個數據管理機構 包括這個中國的數據局 就是叫做國家數據局 以及這個數據市場 當時很多市場不是乘搭的士 什麼方面呢 怕他們上市去美國的時候 是帶來這些數據走 但是這個絕對不可以 數據是國家的資產 是人民的成果 就是要看得這件事更重要 還有就是為什麼說 整個報告裡面來說 不要和這些複雜的技術都掛握 就說你贏了美國在哪裡 還有人家有檢查GDP 你贏在哪裡 原來就是贏了 給你提出一個非常之重點就是 中國是已經建立了數據的意識形態 很難明白 直覺你不知道什麼事 什麼意識形態 就是凡是我們對現在這個社會 對這個生存這個生態 我們所用的那個思維和那個反應方式 舉個例子 不要那麼抽空 作為大灣區人 我當然一定有這個數據的意識形態 因為你坐車 你行駛各方面的消費 都是通過這個數據傳輸 然後去到去確認你 那就等於數字貨幣 另外就是內地的企業 他們都是用AI的數據 用AI的方法去填製他們的業務 即是他們一想事情 他們就想到是數據 想到數字化這件事 這個才是重要的這個意識形態 這個才是強大 因為有最豐富的場景 有最大的這個應用的這個市場 比起來說呢 就不是說你厲害 你常常說 你一定不夠美國厲害 承認某個環節 你不夠他厲害 可能他原創比你厲害 但問題是你執行 還有整個那個的 有沒有更加大的那個領域 比如說美國是不是已經達到 數字的意識形態 或者叫做數據的意識形態 並不是 美國永遠都不是 不是落後 因為他們的數據 是私有化的 所以就說沒辦法 因為李開伏的時候 當時我看他兩本書 那時候他出了兩本書 都是講這個AI 都幾年前的了 他講了一點就是 中國管理數據方面 一來比較容易 譬如說 當時很多的大企業 很快可以擁有了 你們的行為數據 他們的交易紀錄 他們自己放在手上 但是美國就 指著奧巴馬時代 想搞這個數據 這個產權 都複雜 關一關都要過 分別是哪裏 中國一早 可能國家已經想到 這個數據是我們的資產 所以他應該是 設立了一個統帳的方式 美國都想的 但問題是 你數據就不是消化 你數據是政治化 奧巴馬那一本書 叫做數據之瘋 很大本的 好想沒有電話 放在大灣區 他講得很清楚 整個歷史都說 在數據 很早來說 美國才有很大的數據 有它的強大的計算能力 有最強大的電腦 有最強大的連鎖電 所以 在說六七十年代 商業數據來說 你不能跟美國相比 但是 去到某些情況 當美國的 執政者 覺得數據很重要的時候 譬如說 怎樣去管理 怎樣去各方面 譬如說 怎樣可以取得 政府怎樣可以知道 一些行為訊息 當然他們 他們都可以跟機構合作 或者什麼 所以私底下 可以取得到他們的訊息 不過問題是他們 只要關加重複 不是那麼容易取得到 因為他們 政治化 就是說 拿了這個數據自由 或者數據私隱 他們用來做了他們的 叫做個人選舉的一個目標 那就變得很分散 你討論 所以 我一早已經說了 早前五六二已經說了 中國一定贏 為什麼呢 他這個國家就是 一個 叫做 管理為上的國家 即是不同 美國就 美國就是 以個人自由為上 這是一個集體 和集中管理的一個問題 一早已經判定了 輸贏了 但是想不到中國的技術 是這麼快 和大家是 適應得這麼快 你現在去到大灣區 我看到大灣區 我還沒去到上海和北京 所有的人 包括老人家 對於這個數字化的工具 和應用 是沒有難度的 反而我是有難度 因為我是港產 港產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很適應大陸的生活 以前說的 叫做有型 這是一個數字 可以說是數據的意思 開始 你現在年輕人 即是內地做生意的 對吧 一想 搞APP 拿到APP 就是APP 你怎樣運用這些情況 怎樣盯著它 譬如美團 他拿到數據 怎樣去管理他們的騎手 即快递員 外賣員 當然有些人就說 你就壓榨他們 但問題是一個管理工具 你不猜一件事 他第一樣想到就是 它其實不是 因為它是數字的社會 即是中國 比美國更加快 你看到美國 像我們大灣區的阿爸 阿婆 都可以這麼快 即是這麼容易 這麼容易 這個數字的支付和生物工具 對吧 所以 即 還有很多是關於數字化 比如工廠 這些 我這些就不說了 我之前參觀過 他們都是用數字化去管理 智能家 其實都是數字化 都是一個數據化的 一個記性形態 所以快想起 都向那方面 你沒有人再用回 我們那個年代 怎樣利用這個主流傳媒 做一些故事出來 什麼大報大台去說 即是他的思維已經不同了 所以我說說他贏 即是莫斯科那個大話 我說他贏 就因為根據他現在 他已經進入了 那個叫做數據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就說 你做什麼想什麼 都是香港的方向 因為社會那個環境是這樣 那美國是不是去到 這麼數字化 因為大陸就是 你當時就拿了一點說話 你拿數據 在美國是很艱難 也都是相當大的關卡 那你不夠中國快的時候 你知道 好了 我當你最終你都可以 解決了這個數據問題 可以由這個 中央管理 或者甚至是 談妥了很快速的 怎樣去提煉自己的數據 作為他們國家的資本 我說說他終於一天做到 但你慢過中國幾年 那就已經有問題了 因為科技不等人 現在是一天戰利 這個比較老套的形容詞 但是問題就 可以很快 很多個世代可以出來了 還有你要不要忘記 以往來說 美國的企業 就全球是全球化的 全球的連鎖電話 它們很大的力量 但是你怎麼帶 帶不到14億人口的中國 中國的製造 一直都向伸延到全世界 所以說你3億多的人口的美國 和14億的中國 也都是一個美國 已經是一個只是金融化的國家 不是一個製造業的國家 不是一個出口的大國 你已經目睹和中國比 這個是很客觀的 不是說你經常說中國厲害 中國不各個方便 那你好像有一點點吹水之餘 或者甚至沒有小紅粉 我也想做小紅粉 不過就是 我們對中國的了解都還不夠 好了 對於中國的了解不夠的時候 說回今天的主要話題 我覺得很有趣 五月天 我記得她一首歌 突然很想你 但問題 我看著她們長大了 我年紀比較大 看著她們長大 就是她們唱歌 很多很多經典的歌 最近就是在上海 出現了一件風波 11月的時候 舉行了七場的演唱 七場演唱來說 聽說有人在視頻看過 好像他們是假唱的 那社交媒體的音樂的博客 叫做麥田龍夫 就在這個WALAWALA 和微博 發表了一個 和五月天有關的視頻 就說她在五月天 用她的音樂軟件 評估了五月天 在上海北京倫敦 舉辦的唱歌裡面 研究了陳詠宏 唱歌的氣息和穩定程度 這個分析結果 是來自她們好像是假唱 這個又是數據的意思形態 或者是數字形態 你在唱歌 我們只是聽 她們用數據跟你分析 用這個語言跟你分析 好 分析出來 當然了 現在就是五月天 阿信就出了她的看法 覺得這件事挺影響她 不過問題是不能夠打到她 她還有環球很多的演唱 這個事件就是通過這個 美國之間的報導 就變了沒有 就不是說說我們有這個數字 以色形態 或者是這個阿信 是不是假唱 不是這樣的 就說整件事反映了兩岸 她還是出現了相當之不兼育 我講一下 我最記得就是 當時五月天還很年輕 一出來就已經很紅的時候 她就被大陸封殺了 因為她在陳水扁的 我不知道她第一任還是第二次的 所謂總統的儀式裏面 她們就唱歌 那就快記了 你知道陳水扁是台獨的象徵 當時已經封殺過五月天 最近黑暴時 她們也有發聲 不過就不要直接發聲 不會說我支持黃色力量 我不要說這件事 只不過有出一些說 我感到什麼了 努力了 這些很隔絕的事情 也都是撩起了內地的網民 你搞錯了 那些叫為賺我們錢 現在所以就是 是不是假唱呢 原來假唱在內地的法律 是有正式的規範 他們說到這個是第47條 根據這個在2005年 這個營業性演出管理規條裡面的第47條 裡面是叫做第四節 還有第三節就是 不能夠以假唱欺騙觀眾 也不能夠為演員假唱提供條件 我不是跟你說法律的事情 就是假唱什麼不行的 我們小時候看香港式的綜合節目 通常有假唱 我小時候看過都不止一次 到時候可能甚至乎都不是那條聲軌 但問題是內地有規有矩 這樣說的話 這次別人用軟件分析 倒出來 因為國內真是很數字化的意識形態 很AI的意識形態 很數據的意識形態 就是說你做什麼 我會找東西幫你計算 那現在就說 如果下去就說 台灣和中國是很不兼容 甚至我挑動就是 這個就是相當之惡搞 你這幫人 就是台灣人會對你大陸越來越討厭 right? 趙蕭康 搭檔了後友宜 近日他在一個場面 就在一個節目裡面說 他說如果是最終勝算的話 他不教台獨 我曾經說過 我不會再給你們這幫人消費 為什麼呢? 你無論是台獨 民進黨也好 你這個藍營也好 藍營也好 藍營也叫做不獨 不獨比台獨更加陰險 但這個就是來自內地的評論 他說作為國民黨 講明你知道他的立場是什麼 親美和睿 美是他們的大事件 他說中國有什麼關係 是一個強大的鄰居 什麼意思 鄰居 就要和平相處 就是各與各關係 他稱為台海和平 對美國有利 對日本也有利 就是說 拉美國和日本下水 就是一起對抗大陸的統一 在這個情況之下 趙小康 如果他選了出來的話 他的骨折是什麼? 他說就是需要和大陸協商 就說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這個說話很熟 他說兩岸現在沒有統一條件 那郭靖亮呢 郭靖亮呢 都說過 這位士兵人都說過 他真的沒有這個條件 因為世世代代 他們一是受日本殖民的教育 第二是受美國的教育 全部親美的和親日的 這個條件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說 蔡征元的看法就是 我們不要搞台獨 首先就是要安撫對岸 所以他的建議就是 投票為什麼那個邏輯哪裏呢 你不要投民進黨 因為你要買單 買保險單 但是這四年就不要觸動到 這個兩岸和一的大議 為什麼呢 他說原來之前 百分之九十的大陸的民意 都不贊成和台灣是 即是出現這個軍事的武統 九成人 即是之前我都買了九個年代 是不贊成的 那現在變成什麼? 九成內地的輿論都說 應該盡快收回台灣 只有10% 是不同的這個看法 這10%是什麼人? 共產黨 真是好笑 現在共產黨頂住 你不要搞台灣的方法 九道主義 其實也講到 趙小康那個問題講到 因為那個時評講到 實際上就是 你這幫國民多好 民進多好 都是獨的 一個不獨 一個叫做台獨 不獨的意思 其實也是要割離 這個和大陸的關係 所以趙小康最好 最好就是傾斜 我沒有宣佈獨 我一定不宣佈獨 大家最好保持現狀 100年 哇 你都真是 沒辦法 這些可能是政治言語也好 什麼都好 基本上都不是一個中國人 那些國民黨和民進黨 你在香港搞什麼 那些 在這裡做啦啦隊 在這裡說 阿民 他快來贏 他快來勝 那不再消費我 我不會再關心這些東西 我關心我幾次同一 所以說這個就是 柯文哲也都說 他自己認為 賴少佩 勝算更大 即現在他立刻暫抬起這個民進黨 即是他輸就輸硬了 希望分票分到民進黨裡 但民進黨可以贏 即使民進黨不贏 國民黨贏又怎樣 趙小康所說 最好100年地位不變 其實和獨立 蘇布陀陀和什麼分別呢 是現宇藝術來的 所以今天有這個五月天的事件 或者是有這個大家互相的矛盾 真是叫做是有因有果 就算是好像蔡正元那樣說 他也只是想說 你不要投民進黨了 我只是想買保險 老人想著他會去支持這個九二同識 和這個中國的老人 那也是的 你可以說現在完全沒有這個時機 就算你現在是武力統一台灣的話 都出現很多的 譬如說馬上會受到整個美西方的圍堵 還有那個孤立 另外你都不知道如何安撫 到島內的戰後的問題 那你會形成很大的負擔 那當然 再嚴重的結果都不能夠違反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搞台獨 如果你現在分離了這個 台灣出來這個中國的話 就一定是台獨的戰爭 就是說中國也要穩住你 也要穩住你 你不讀 我也要求你 你也不要再去到這個為止 你一定要紅線 一定要守住 那我就可以集中精神搞其他事情 你不要走過來 當然也有兩手很硬的方案 這個方案就是說 如果你一讀另外有人介入的話 我要消除了明年武統之後的所謂西方孤立 而是我發動全面戰爭的那樣的底氣 一次我清除你五百年的西方文明 那我就可以一波過了 就是一定有這樣的底運 當然了 是不是時間呢 可能還沒有時間 但是我告訴你這些戰爭 永遠不會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才出手 這個拿破崙說 七成以上你就要做事 林彪都這麼說 林彪都夠細心的 說真的打仗都比較謹慎 他都說七成你就要做事 所以台東星戰爭也都不是說笑 雖然我們很有主觀的意志 說你真的不要搞錯 我們都不是成熟 但是歷史上有多少事情是成熟才能做到 成熟才能發生 那什麼事 那不是都沒有黑天鵝 所以 那清德真的要搞出台立法 美國是不是要和台灣搞出一場 統一的衝突出來 我覺得不會是一個統一的衝突 而是全面的戰爭 配合俄羅斯的意願的話 整個是東西方的一個翻譜 的一個攤牌 所以一定要有這樣的氣魄 說這一場不是什麼叫台灣登陸戰 而是中西的生死教育 你才能阻嚇到地方 如是者 剛才上風所說的那些什麼海上的導彈 或者是一些東風快遞 這些核動力的船艇 就開始由現象 開始觸及到本質 就說我們已經準備了 你想要改變 就和你一旦 我們都要以走功的氣魄 支持國家做這個 就不在這裏經常說 好啊好啊 我們都講夠了 不要再講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是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六語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